哈喽各位小梦等们 我是马同学 每年这一到快毕业的时候 翟天琳这个名字 那就又成为了 各界毕业生咬牙切齿的对象 搜索一下他的实时网络指数 说一句毕业季限定顶流 毫不为过 虽然他的人已经在娱乐圈射死了 但是娱乐圈一直有他的传说 本以为他会继续沉默下去 但是在2021年 又称天琳三年的档口 他居然出来不要脸 真诚的回应了 他这个脑回路实在是让观众费解 时隔三年 为什么翟天琳还敢再提织网 说到这儿 改变了一方学子毕业命运的天琳元年 就不得不提2019年那场 轰轰烈烈的直播 此前翟天琳一直是以 娱乐圈学霸的人设行走江湖的 更是在微博晒过自己的博士后 录取通知书 我现在很膨胀 在日常营业的直播当中 翟天琳引以为傲的聊起了 自己当年考上博士学位的二三式 有网友带着天真和好奇的语气 问他 您的论文能在织网上查到吗 于是他说了那句著名的 就这样 在翟天琳看来 平平无奇的话激起了千层大浪 随即 网友们扒出了他的论文查虫率 远超过规定要求 硕士论文更是大面积抄袭 是个陈坤 所谓的博导只有本科学位 甚至一路扒皮到了他高考分数 至此 学术圈的怒火 就这样被他以一己之力点燃了 当年毕业的学生 更是因为突然严格的论文查虫 叫鼓不叠 2019年的你 为酱虫骗过命吗 2019年的你 在深夜辱骂过翟天琳吗 类比一下 本来好好写个论文 但是如今 却只能把憔悴翻译成 累丑 把牛逼翻译成666 才能够逃过织网查虫 没有人永远恨翟天琳 但永远有人恨翟天琳 就这样 翟天琳的黑粉呢 也荣登了娱乐圈黑粉学历的天花板 人均文化程度本科以上 就连娱乐圈的各位也是风尘鹤唳 卑躬摄影 有非常强烈的织网PTSD 比如张欣诚 CPA是什么 不会是和织网一样的东西吗 注册会计师 吓走了 我以为跟我有关 和遇刺小五座男女主 最近要面对微博里面的 各种毕业生们的问候 翟天琳突然诈尸 再度的回应织网试店 他接连回复多个网友 并且还发了条微博 一句话总结就是 骂他没用 对大家写论文并没有任何帮助 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在本应继续选择沉默事件的毕业季 翟天琳却上杆子 在雷点上不要命的一顿输出 定睛一看他在评论区的语气才发觉 时隔多年 虽然跌落谷底 但他依旧是我们记忆当中的 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娱乐圈真真假假的回应太多了 大多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是翟天琳 他是真糊涂 从他回复网友的自理行间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觉得 自己被骂了这么多年 委屈了 那什么样的人 不容易感知到别人的情绪 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呢 什么 自我的人 翟天琳极致自我的性格 体现在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行业里流传着他 逢戏必改的传说 时常不顾及编剧导演的建议 大量的改戏 改台词 在《蓝灵王》拍摄时期 作为男配角 为了显得自己的角色更立体 他的创作欲一路火光带闪电 把戏份和男主角的戏份 加到了差不多 乍一听 这挺惊艳呀 遇到配角的时候都是怎么样 让角色更立体的呢 蒋星拍摄《甄嬛传》的时候 先构建角色个性 顺着人物逻辑 尽可能地把讨厌的角色合理化 所以临死前 改动了人物的行动细节 非常自然 彭于唱第一次出现在演员的诞生里 遇到了表演空间受限的小角色 他尽可能地抓住小角色身上的唯一戏眼 引起了在场所有评委的注意 演员想让角色更好 有很多的解决方法 做到了翟天琳这么极致的 通常都改行做导演了 班主任崔老师 也不止一次劝过翟天琳 不要做疯子 太得嘴 他始终也没往心里去 他唯一在心里时常惦记的是 我都表现得这么好了 你们关注为什么就是不夸我呢 为了得到关注和赞美 一方面 他不屑于市面上受欢迎的流量鲜弱 痛恨他自带的标签 另外一方面 他又像流量一样 给自己贴上了无数的标签 学霸 知识分子 天才演员 急于在学历普遍偏低的娱乐圈 标榜自己 但真实水准远没到那个水平 时常高局水出来的博士大吉 却连博士要读几年都说不清道不明 知网事件三年后 他还能够发自内心的困惑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原谅我呢 多大点事啊 这也太不让脸了 无论翟天琳在网上怎么发言 怎么活跃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演艺生涯 算是定死在了耻辱柱上 真真是一出性格决定命运的标准教材 翟天琳没搞明白 网友如此愤怒 不仅因为他学术造假 混着混着就拿到了别人寒心如虎 才拿来的学历 而是以他为引子 大众窥见了更深的教育资源上的不公平 年年为了论文崩溃 焦虑痛苦的毕业生们 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敌人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委屈 今天的挺腾议题就到这了 也祝毕业生们论文通过 答辩顺利 别被影响了心情 好吗 白了个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